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单位企业的预测 好 我们开始 单位企业测 其名非公 应用之中呢 对单位企业的战断与预测 是从整个盘域的范围来考虑的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 无论是公司还是店铺 它都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 要对应一个全面的盘局来进行 首先呢 我们要进行用神的划分与定位 年命或时干为法人 为老总 地义呢 为主管的领导 为实际管理者 比如说总经理 那么天义为员工 开门为发展的状态 耕为发展的阻力 天锐为问题所在 物为资金的投入 生门呢 所主的是经济的效益 那我们说 在全局之中呢 如果开门与生门 望向有力 状态良好 也说这个性质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说呢 可以不考虑天锐及耕的影响 因为天锐主问题所在 耕主的是阻力 我们说开门 整个企业 正在顺利的发展进行 生门能够受到预期的效益 也说呢 这个时候 这个企业 就是可以相信发展进行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 面面俱到 再去考虑天锐及耕的影响 其中呢 星门神矣 都是要按照吉凶本意 妄衰得失 明确分工 具体参看 这一点呢 在相应课程的学习之中呢 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呢 任何一个盘局的战断 任何预测事项上的战断 它都不是孤立的 因为 其门非公之中 许多东西都是共通的 我们呢 要结合起来 才能够更好的提高 我们 战断的准确率 提出呢 我们 有利于 对方能够帮助别人的指导 这里呢 我们 我们 再次强调说明一下 主要应用的就是 共居 也就是整个企业的 共通信息 年命呢 只能代表本身的运势 就是我们所说的 法人的 法人的年命 出入年肯 代表他本人的运势 他自身的转弯 他 个人要服从整体 也就是 要服从这个单位的企业 然后呢 我们说 这个个人 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他的思路 他的规划 还要 通过 整体的 有条部分 密切 分工 来努力的完成 比如说呢 本局的应用 就是我们所说的 满盘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例 某一有 预测企业整体的 发展情况 用事的时间呢 是2016年1月10日 七十七分 转弯甘之为 乙卫年 及丑月 新卯日 仁尘时 六甲的胸空 为五卫 马在银 盘局是小韩 夏园 杨武局 六甲的群首 为甲身庚 直伏 天柱星 落于九弓 直使 经门 落于六弓 然后我们 首先来看一下 左侧的盘局 然后我们进行 我们进一步 具体的断局分析 因为这里呢 没有提供法人的年命 那么我们就以 用事的石杆 为法人 石杆为人 人 落于宽二弓 然后呢 我们就通过 宽二弓 来分析 推断 这个法人 一把手 他具体的状态 我们首先来看 太阴 在九神 在九神吉凶 相义中 他主吉 然后呢 然后呢 他所主的是 深藏不漏 主谋略 主思路 还有与女性 相关的 意向 首先呢 我们对他呢 有一个印象 我们再来看 天鹰形 他主的是文化 主有礼貌 擅长交际 但是说 活着 发扬 振作 不久长 性格之中 自然 也有说 急躁 急脾气 这样的成分 这里呢 我们就分析清了 这个法人 他的性质 他的性格 伤门有气 因为 他在丑月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门宫为破 宫至其门 不为破 门至其宫是破凶 而且是伤门所破 这一种 非常不利的 非常凶险的信息 是不是 门者 主施工状态 侧人士的手重在门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 通过这门 来断定了 竞争太过 会有 无必要的 意外的伤害 来出现 而且 又缝到了空王 武器 这都是 非常不吉利 非常凶险的信息 再看格局 丁任何而不化 我们在 金合家太阴 就有阴 女色 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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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 是不利于 企业的 是不是 这就是说 极大多数原因 就是因为 女色 纠缠 纠缠 然后呢 导致了 竞争太过 卷入其中 然后呢 产生了意外的伤害 对自身 对企业 都是不利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说 纠缠千万呢 因为丁人 何而不化 是不是 就是何办之意 首先这是法人 我们来看一下 地义为总经理 落对弃工 也说了 这里呢 就是企业的 直接管理者 实际管理者 有地 主的是 忙碌 主的是平稳 主的是稳定 首先 天秦为极星 逢丑月 出于妄想的状态 深入了 天秦 足 尊贵性 足 中正性 所以说呢 实际管理者 这个人呢 为人方正 非常讲诚信 大度宽宏 非常适合 做领导 是不是 因为他的心 是平的 他是重诚信的 然后呢 他下令升门 做时空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说呢 升门 入主了这个企业的效益 升门 也是 在实陵上 也是望向 与 工 门 工 一和 我们来看 也就是说 可以 从 地的工中 对基工中 来判断 来断定呢 这位总经理 这个企业的管理者 实际掌权者 是一个非常不错 非常有能力 可以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人 下面呢 物临耕 资金临到了耕 就会有阻力 但是我们说 急的性质已经确定 努力克服以后呢 可以有好的效益 可以带动整个企业的发展进行 这就是我们说 最重要的 最好的 就是这位企业的总经理 非常的给力 他能够让这个企业 步入良性的轨道 向前发展进行 那我们再对应一下 开门 我们所说的是 发展的趋势 发展的方向 开门呢 落入中武功 这个时候中武功呢 是一种无门的状态 也就是 他在维持原来这些项目 这些业务的基础上呢 开门 与中武功 门功一合 是在发展向前进行的 但这个投入 是在继续 是不是 因为物再次出现了 就是一个融入资金 资金投入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 它是可以 克服的 可以完成资金的投入的 同时呢 为了企业的发展 社会的应酬 也比较多 就像我说 必须要沟通 要交流 要进行 社会上的交往 这一点呢 是太长 来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 主娱乐 主交际 而且出现在开门之上 也就是代表了它企业 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 通过这样的战断呢 这位意有反馈 他就是我所说的总经理 而这位法人呢 确实 因为自身的情况呢 产生了 有心无力 自己的事情 都是出麻烦了 所以无暇顾及事业 基本的情况 是吻合的 也就证明了 我们战断的方向 没有问题 是正确了 好 这个盘局的战断呢 就到这里 本届课程完成 希望义有们 学员们 多加体会 多加验证 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各位义有的 学习与聆听 好 我们下节课程 再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